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12年4月30日 星期一农历四月初十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北京嘻哈包部的两位相声演员 贾旭明张康将在北京海淀剧院 举行相声专场演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 在联合国总部召开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讨论 贾旭明张康的相声 符不符合当时市场的需要 以及是否会引领相声发展的新潮流 世界各国首脑纷纷发来贺电 他们在贺电中说 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 在过去的一年内 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尤其是对贾旭明和张康 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肯定 社会各界名流纷纷到达海淀剧院 为贾旁的合作演出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正式友好访问 今天来观摩演出的有 我念的是这边的名单 我念的是这边的名单 两边的人都非常关注此次演出 尤其是那边的人更为关注 他们表示如果这次演出效果不好 将毫不犹豫地把贾旭明带走 主要原因是因为张康没有传票 我们将共同回忆一下 2012年1月1日到5月1日的主要新闻内容 请看简讯 必不见 首次主持央视春晚 有老毕压阵果然不一样 春晚的明星们都表现出了星光大道的水准 龙年春晚 李亚鹏才是有史以来最强悍的男子 因为从曲颖到周迅再到王飞都跟过李亚鹏 结果嗓子都哑了 3月20号 面对中石化 中石油中海油的同时体价 中地沟油明确表示暂不跟进 对此 光大群众纷纷赞扬 这才是真正负责任有良心的扬起吗 是交管局通知 因93号汽油上涨至8.33元一升 导致车流量明显下降 但是行人流量增加 交通压力增大 为此从5月1日起实行路人现行 单眼皮单日出行 双眼皮双日出行 一单一双夜间出行 对墨镜出行者按故意遮挡号牌处理 对盲人出行者按无号牌处理 对割双眼皮者按套牌处理 请相互转告 提前祝大家五一快乐 315晚会揭露多家大企业 出售过期食品 其实我们不应该谴责他们 而且应该感谢他们 他们帮助了我们修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 新华社报道 美国加州一个餐馆 因使用不尾声餐具 造成了200多名食客腹泻住院 但其中来自中国的食客 不仅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还参与了抢救工作 在场的美国记者感慨道 中国人东亚病夫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 今天的中国人百毒不尽呢 你看造了皮鞋药的那个人 头天刚吃了苏丹红的咸鸭蛋 造苏丹红的那个人 前天刚喝了地沟油 造地沟油的那个早餐奶 都是三聚的 三聚奶那个天天在吃瘦肉精 吃得拉锡住医院 此时正在吃皮鞋胶囊 也别道歉了 这才叫符合式立体化 跨越式综合经营啊 以后我要是想吃果冻了 我就拿自己的皮鞋舔一舔 我要是想吃老酸奶了 我就拿自己的皮鞋舔一舔 我要是感冒了 我就拿自己的皮鞋舔一舔 等我有了钱 我一定要买两双皮鞋 穿一双 吃一双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爬得了高山 射得了水塘 炙得成酸奶 压得成胶囊 2012皮鞋很忙 每天都听到那些揭露我们身边各种有毒食品的消息 偶尔看到香烟包装上清楚标示着有害物质的含量 并明确提醒吸烟有害健康 我竟然有种莫名的感动 还是人家香烟行业最有良心的 和珅的事迹深深的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人们在高唱学习和珅好榜样 大力弘扬和珅精神 各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学和珅标兵 民众对腐败忍耐已经到了临界点 为此有关部门已经决定大幅提升民众的临界点 中央决定拿出一亿 安排四万名局级干部重走长征路 消息已经披露 引起网民热议 人民群众纷纷表示不要任何报仇 自愿扮演国军 他们还表示 绝对不让一个贪官污吏活着到达山北 如果欧美高校全在明年三四月开家长会 那么明年两会就有可能不召开了 今年感动中国的候选名单有 印尼 越南 缅甸 泰国 第七 我国 谁打我 我骂谁 第八 朝鲜 谁惹我 我打韩国 北韩 北韩真是个奇怪的国家 只要是个胖子 就迟早能当上国家领袖 朝鲜 朝鲜本来就穷 省吃俭用这么多年造的火箭 居然当窜天猴就给放了 朝鲜 发射火箭失败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吃不饱还想射 果真坚持不了一分钟 日本游客 何元启一郎 在武汉丢失并找回了自行车 他深深的感谢武汉人民 其实这没有什么 当年摄影家陈老师丢了电脑 全社会都帮他找回了照片啊 丢自行车的日本小伙 我在这里想提醒您一句 您这骑行了十几个国家 才把自行车丢了 知足吧 如果您把第一站放在中国的话 那您的世界之行只有一站 锐成刚问洛家辉 大使先生 听说你坐经济舱 是否在提醒大家 美国欠中国的钱 锐成刚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因为欠中国钱的中国人 都坐头等仓 贵州某小学出现食物中毒 被报校长给学生吃烂菜 校长就地免职 小学校长不好当啊 大学校长就从来不会因为 给学生吃烂菜而被免职 良药苦口利于病 为了解决中药苦口的问题 中药协会 决定把管子插进身体里灌药 因为身体里有根管子会很舒服 便从中药协会会长开始进行实验 据说现在归真堂的销量不降反升 因为取胆事件证明了 他们的熊胆是货真价实的 有一个小伙子的女朋友 指定她在某条新乱微博下 每天留言说一句 我爱你 只要连续不断坚持说一百天 她就肯嫁给这个小伙子 眼看已经坚持到九十九天 到一百天时打开微博一看 进屏了 互联网发展规划 第一 该评论已关闭 第二 评论已关闭 第三 关闭 微博排行榜显示 排名第二的是 该微博已被原作者删除 排名第一的是 该微博已被删除 国家工商总局依法查处了一起 奥运侵权案件 浙江以内库生产厂商 抢先注册了两个商标 男士内库叫鸟巢 女士内库叫水利芳 最令奥委会气恼的是 其广告词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梦想 15年前 上初中 全班一起看泰坦尼克 然后我十分不解 为什么 Rose和捷克会进到车里 而且车窗还会起雾 还会有只手 突然拍到了窗上 这回我想再看一遍 听说给删了 iPad 3如期发布 其支持十种语言 但没有韩语 韩国网友表示 遗憾说 韩国是个不可忽视的市场 为什么不支持韩语呢 中国网友表示 还是苹果老辣 从根本上杜绝了苹果是韩国人 发明的可能 方舟子和韩寒大战 提供我们两点认识 一 韩寒不是神 二 方舟子不是人 关于方舟子 只有水军翼能够对付他 因为水能载舟 翼能复舟 广州恒大在对阵日本足球联赛 冠军摆太阳神队时 球迷举起现场标语 钓鱼岛是我们的 苍井空是大家的 苍井空企讹代言龙井 网友纷纷质疑 龙井到底是绿茶还是花茶 苍井和龙井都共同有一个井字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井字代表的是什么 因为井横竖都是二 下面是体育消息 梅西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场均得分超过了阿联 一级连经过NBA的几年打拼 从一名普通踢步球员成长 为一名绝对踢步球员 北京禁鱼篮球队 夺得北京首个中志兰男子联赛冠军 其中有两个人作用最大 一个是马布里 一个是苏伟 闻苏伟 闻苏伟 闻 闻 闻嘴 北京球迷终于放弃了多年的精骂 改喊 换苏伟 不多了 在国足奖金的问题上 日前足协公布方案 进入十强赛 五百万 冲进世界杯 再讲一千万 为了有更大的机会 得到这一千五百万 球员们买了一张福利彩票 舒奇把微博全删了 一个二十万粉丝的人 和一个四百万粉丝的人吵架 逼得一个一千万粉丝的人 删了微博 北京各种场所 有数不清的各种尺寸的 看板海报宣传北京精神 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 办证 发票 微信摇一摇 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工具 没用几个月时间 就让全国帕金森患者 全部互相结识 成为了朋友 听说 中国要修建自己的航母 铁道部最中肯的建议是 中国最好只修建一艘航母 北京密云将建造英语城 里面的人不允许说汉语 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新鲜 因为中国早有先例 在大库茬里的人都不允许说真话 中国离婚率 延续七年递增 每天五千多对夫妻离婚 为了控制离婚夫妻的数量 北京将实情摇号离婚 刚看到说清明烧苹果手机 怕老祖先不会用 祭祀店老板说了 乔布斯已经下去交了 请放心 因为墓地大幅涨价 很多人在遗嘱中明确表示 要求站着埋 露出上半身 这样既省地皮 又连墓碑都省了 中国有一代人 读小学时大学不要钱 读大学时小学不要钱 还没工作时工作是分配的 可以工作时得自谋职业 没挣钱时房子是分配的 能挣钱时发现根本买不起房 娶不到老婆 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 傻子都在赚钱 兴冲冲闯进去的时候 发现自己成了傻子 总是不敢叹 抱怨后依然坚韧地活着 他们就是80后 住着全世界最贵的房 开着全世界最贵的车 交着全世界最多的费 烧着全世界最贵的油 行驶在全世界最堵的路上 交着全世界最多的买路钱 避让着全世界最多的特权车 暴露在全世界最密的电子眼下 担心着全世界最诡异的罚款 他们也建议着活着 他们就是北京人 很多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看新闻联播 是因为妒忌里面的中国人过得太幸福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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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